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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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計算速度的方法 你可以寫方程式 你也可以用順心的方法來做 那你可以感受到哪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順心 順心比較簡單 你可以嘗試在算這些速度的時候 用順心來做 我想可以省掉一點時間 順心解決問題以後 接下來就是加速度 加速度就在這裡 式子在這裡 B點的加速度等於A點的加速度 加上B對A的加速度 如果再講一次 那應該還OK吧 B點的加速度題目給了 所以已經知道這個方向了 跟這個寫起來有點像 跟剛剛那個寫 題目告訴你說 如果知道這個 這個東西知道 所以這個是已知的 你可以拉的時候 可以快一點慢一點 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這個點的 這個方向在哪一個方向 一定也是這個方向 這個角度 所以要等於這個 A的加速度 A點只能在地上滑 所以它的大小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在I方向 然後再加上 現在就多了兩個 加速度裡面就有一個是法線加速度 一個叫切線加速度 好 我們就來看 B對A的加速度 剛剛不是講 有兩個 一個是Rα 對嗎 所以是L 就是這個長度是L α不知道 所以叫αAB 但是方向知不知道 切線加速度一定在切線 所以是不是剛剛在這個方向 切線加速度 是不是在切線方向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方向 就是剛剛跟這個一樣 在甲角度是CW的這個方向 所以它夾角是幾度啊 然後還加上一個什麼 法線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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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怎麼算 Rω平方 所以就是L ωAB的平方 那邊可能看不到 LωAB的平方 這個方向 對嗎 向心加速度 是不是這個方向 所以它夾角是幾度啊 這個跟這個夾角就變相 這個夾角是不是C啦 C啦 這邊腳 剛剛我們看一下 這個方程式裡面有幾個位置數 屏幕這個是已知嘛 AB這個是已知 所以這不算 角度這個也知道 A加速知不知道 不知道 怎麼一個 方向知道了嘛 它在水平方向 L長度知道 αAB知不知道 這跟桿箭的角加速度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位置數 但是方向知道嗎 C啦知道 這個方向就知道了 這個知道了 那這邊就是L Omega平方 剛剛不是Omega已經算出來了嗎 前面速度的地方 是不是已經把Omega算出來了 所以這Omega現在是知道了 所以這個C啦也知道了 所以這個式子裡面有幾個位置數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可不可以解 可以嗎 因為可以寫出X分量跟Y分量 左右兩邊相等 是不是可以寫兩個方程式 是不是可以解 所以你可以這樣解 好不好 這個問題你就是可以這樣解 就可以解到你要的 但是這個有一個壞處 也不能講說壞處 因為你是針對某一個角度去解的 所以你下一個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是不是要重新再寫一次 再算一次 就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幾何形狀上面 找到一些關係式 我們就可以不要這麼麻煩 我們可不可以用微分的方式來解 所以接下來裡面的答案就是這樣寫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 假設這一段的長度 我們把它叫做Xb好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吧 Xb 可以看 我現在在寫的方程式其實是這個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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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這個b點到水平面的垂直高度 這邊如果是Xb 垂直高度是Xb sinβ Xb sinβ 是不是要等於L或什麼 sin c 所以我們是不是找到一個關係式 v的位置的關係式 跟角度cβ的關係式 對嗎 好 你其實就解決了位置向量 位置知道了 速度怎麼找 微分嘛 你就是 你有了位置就把它微分就變成 速度嘛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微分 Xb對時間的微分就變成是 v點的速度 對嗎 因為v就在這條斜面上跑 你只要知道距離 就知道它的速度了 所以這個微分就等於速度 這邊微分就大家自己看一下 L是不是一個固定長度 感線長度是固定的 不會變嘛 所以這裡C拉微分就變成 cosC拉 但是C拉會不會變 你這裡 v的點在那邊跑 C拉這個角度會不會變 會嘛 好像會時間變 所以你的cosC拉以後 然後就要在C拉大體 然後這個 C拉大體 這個b會不會變 卡B的角度會不會變 不會變嘛 所以這個是常數嘛 所以這個微分就這個 C拉大體是什麼 C拉大體是這根感線跟水平的夾角 角度的微分就變成什麼 角速度嘛 就變成Omega而已 所以這裡就是Omega AV AV這根感線的Omega 所以你把它換一下 T一下 是不是就得到這個關係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 你的v的速度 你只要告訴我角度β 你在哪一個角度C拉的地方 我就可以找到 對應這根感線的角速度 對嗎 然後速度有了 要加速度怎麼辦 再微分一次嘛 所以我們就把速度 這個這個 v的這個速度 我們再微分一次 這個純粹是數學運算 微基分的運算 要等於它嘛 對嗎 可以嗎 這微分應該可以吧 因為這裡有兩個東西喔 各位看 這裡微分裡面 這裡微分C拉是變的 Omega是不是也是變的 不同位置上的角速度也不一樣嘛 所以這兩個都變數 所以微分的時候要用 什麼 叫練所率這樣 一個微分層上另外不動 這樣加起來 但是題目告訴我們說 我拉那個桿件的時候 是以固定的速度再拉 所以加速度等於0 所以我就得到這個關係式裡面 我就可以找到αAB的大小 αAB跟我的支援關係 我再代換一下 就找到我們的關係式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說寫一些 比較有一點幾何規律的東西 我們直接找到幾何的關係式 去微分也可以知道速度跟加速度 但是你也可以跟著剛剛老師 這樣子的方式 一步一步做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各位往下看一下 我們看到5-2這一節 就15章 15.2號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常常夢到的問題 就像這個 各位像電風扇 來這裡 這個電風扇 就比較麻煩一點 為什麼 它會有一個公轉 跟一個自轉 對嗎 所以 應該 地下的天風扇 也是這樣吧 就有一個會搖 會這樣搖不同方向 裡面有一個軸在轉 帶動那個扇葉在轉 對嗎 所以我們碰到的問題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 一個轉動的東西 上面再疊一個轉動的東西 像什麼 你們以後 男生如果當兵 會開坦克車 有機會 坦克車上面不是砲塔嗎 你車子會轉方向 砲塔還可以轉方向 可以高高低低這樣轉 所以你沒有牽得到很多的運動 是相對的旋轉 OK 所以這問題就會變得 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們要忍能力 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OK 好 所以這裡 看一下這裡 這個標題寫什麼 grade of change of a vector with respect to a rotating frame 這個叫做什麼 一個向量的改變率 但是要相對一個什麼 旋轉 旋轉的一個架構 就在一個旋轉的架構上面 就像你把它想像 就是說 我這個坦克車上面 還有一個砲塔 所以我的砲塔在轉的時候 是相對我坦克車在轉的 但是我坦克車會轉彎 所以我底下那個座標會轉 我上面那個還會再轉一次 所以 但是你在砲塔上操作的那個砲塔手 他操作 他不管你駕駛怎麼駕的 對不對 他只管你這個 那個砲塔對相對於你講 坦克車是哪一個角度 對吧 但是砲塔出去準不準 不能只看那個角度 要看整體的角度 所以你怎麼去算出 最後整體的角度 這些是我們關心的問題 我們要能力去處理這樣問題 好 這個有一點數學 但是就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現在你看到一根符號 但是我說明一下 你把它弄清楚 這裡 我們在描述一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座標 那像前面我們講的座標 基本上都是固定不動的座標 那在這裡 我們還是有個固定不動的座標 各位看這個符號 這個大寫的 就是比較大的這個 XYZ 這個是不動的座標 就是固定在地板上的 就不是那個側子上的座標 就是固定在地板上的座標 不會動的 不會隨著之間動 那在這個大的座標上面 有一個小的座標 叫小XYZ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小座標 是坐在那個大座標上面 但是這個小座標 會相對大 就是要會轉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那個炮塔上面 不是都會轉來轉去嗎 但是相對於車子在轉 所以車子就是一個小座標 我們的地板就是那個大座標 就這樣 OK 這樣概念知道嗎 好 那這裡有一個描述的一個向量 就是砲管好了 你不要想那個是砲管 砲管不是一個向量 那個砲管就叫Q 那個叫Q 這是我們的位置座標 所以位置座標 各位看 我這裡寫的IJK 是對於小座標 就是小的XYZ的座標 那Omega是什麼 就是那個小座標 不是會相對那個大座標 在那邊轉來轉去嗎 就是車子會不會轉彎 車子轉彎的時候 車子上的座標 不是跟著轉嗎 對嗎 所以這個車子轉彎的 那個轉動就是大Omega 所以它是小座標OXYZ 相對於大座標的角速度 好不好 所以小座標 這個Q只是一個 我們表示出來的一個向量 它是在小座標下面 就像那個砲塔 不是在那個坦克車上面嗎 坦克車上面那個向量 是針對跟你坦克車的相對位置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那個Q的向量 好 那我們這樣看 Q的向量如果用小座標來表示 是不是可以寫成QXIQYJ跟QZK 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們用那個小的座標去描述那個Q的向量 是不是XYZ的分量 對嗎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把它對時間為分 這代表什麼 各位看一下 我如果是在這個小座標上面 是對時間為分 我是假設小座標不變 懂嗎 那我就直接對這個IJK不變嘛 所以我直接對QX尾分 QY尾分 QZ尾分 懂嗎 那這個就是什麼 相對的 是不是相對速度 相對那個小座標的那個速度 但是實際上IJK會不會變 小IJK會不會變 在車子上 那個車子轉個彎 那個車子的方向不是就變了嗎 所以IJK就跟著變了 所以實際上這個IJK也會變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的是一個絕對的速度 那所以是要相對於大的座標 就是我們固定外面的座標 那應該微分的時候是怎麼樣 各位看 這個是原來是它 我微分的時候 Q會變 IJK也會變 對嗎 所以會變的是不是都要微分 所以它微分應該就要寫成這樣 對這個大座標 這個對大座標這個Q相對去微分 應該這個QXYZ要微分以外 還要什麼 IJK要微分 對嗎 IJK微分是什麼 對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以前 我們在講那個切線或者法線座標 或者是還有一個東西叫做R SIDA 那個座標 極座標 我們只是複習一下 讓你回想一下以前的東西 我們不要去推導那些詳細的東西 但是你會記得 這個是以前我們叫XY座標的嗎 這個如果寫這個東西 這個叫SIDA 這個叫R 對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寫的這邊不是有一個叫ER向量 對嗎 這個叫E SIDA向量 就是半徑的單位座標 單位向量 對嗎 當我們在這邊運動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角度改變的時候 各位看 這裡如果有一個小小的角度改變 這個叫DETA SIDA 這個R是不是會變成到這裡來 ER的向量 ER 我們叫ER'的向量 跑到這裡來 對嗎 但是因為它長度都是固定的 對嗎 都是單位向量 所以我把兩個放在一起 你就看到 這個假設是原來的是ER 這個我把兩個放在一起 這個叫ER' 對嗎 這兩個夾角是多少度 Σ Σ 所以這兩個相減 是不是這個是D 這個減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這個東西叫做Σ ER 可以嗎 好 這個ΣER會多大 這邊長度都是E的嗎 還記得嗎 大概像這樣一邊都是E 所以這一段的長度會多少 是不是E乘上ΔC 弧長不是等於半徑成弧角嗎 所以這裡就是等於E乘上ΔC 意思是說它的大小是不是它 注意看一件事情 這個大小 一個向量不是要有大小跟方向嗎 這個東西是不是等於E乘上ΔC 所以這一段的長度是這麼大 但是這個ΔC很小的時候 各位看 這個角度 這個方向叫ER 那這個方向是什麼 如果這個角度很小的時候 這個是ER 這個方向是什麼 Ec 這不是C方向的單位向量嗎 所以ΔER其實它就會等於什麼 大小乘上單位向量 所以這裡是不是應該寫成Ec 當我們去圍分它的時候 各位看一下 我如果去把這個東西微分 DERDT 可以嗎 這個向量微分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我把這個ER對向量微分 這個點 是不是等於它這樣微分嗎 這個微分它不是等於它嗎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是EΔC 然後除以ΔT NIMIT T趨近於0 然後老師不要寫那麼詳細好不好 這個就是NIMIT ΔT趨近於0 你知道嗎 微分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裡 這個不會變嘛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什麼 ΔC ΔT就變成什麼 Om 然後乘上Ec 所以剛剛同學在問說 你把那個單位向量去微分會變成什麼 你可以看 如果你今天把它寫得更詳細一點 你可以把它想像說 這個的微分就等於角速度 Om cross ER的樣子 各位看 這個的微分就等於這個 你看喔 Om er在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你這樣轉 Om是不是這個方向 Om cross ER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看 我剛剛這樣CIDA這樣轉 Om是不是這個方向 Om這樣看 我的向量是不是在 出來黑板的方向 Om cross這個 Om在這個方向 Cross ER 是不是這個方向 Om Ec 所以是不是它 Om 因為Om的炸小不是就是 Om嗎 可以嗎 所以 看到這裡 看到這裡 一個向量 單位向量的微分 會等於什麼 那個坐標的旋轉 角速度 差跡 那個原來的向量 可以嗎 這個Ijk 它的這個微分 就會等於 角速度去 差跡你原來那個向量 就是說 這些 坐標單位向量的微分 會變成是旋轉的 坐標的角速度 Cross你的原來那個向量 這樣 好 所以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上面這個式子 就是這個 這個是 就是 一個用 那個小坐標 描述的一個向量 Q 這個Q 有沒有 這個Q 是用那個小坐標 Ijk xyz 去描述它的一個向量 當我們去對它找一個向量的微分 不是變成什麼 向量你可以把它想像它是一個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 微分變成什麼 速度嘛 你是對絕對坐標去微分的話 它就是絕對速度 應該是吧 相對坐標去微分那個就是相對速度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 一個 這個只是大 一個 一般式 就是 Q 對絕對坐標的微分 會等於 Q 這個對相對坐標的微分 加上 相對坐標的那個轉動的角速度 去插機 你原來那個向量 我的意思是說 你描述那個戰車在開的時候 你描述那個戰車比較方便的那個砲塔 是不是用相對坐標去描述它比較方便 因為你跑到哪裡那個坐標不一樣 那很難描述嘛 對吧 但是這個戰車的砲塔不是在車上嗎 對相對車上的坐標來描述它就是很容易嘛 對吧 所以我們當然會比較喜歡用相對坐標來描述它 對吧 但是我要的今天 跑出去 會受到多少力量 是跟絕對加速度有關的相對 牛特的運動定義是Summation F等於MA 那個A可不可以用相對加速度 不行啦 因為這力量沒有相對力量 所以這個力量就是絕對力量 所以這個速度 加速度就叫絕對加速度 但是你用絕對的坐標去描述它太麻煩了 對吧 所以我們還是會習慣有些地方 我們用相對坐標去描述這些東西 所以意思是說今天我們要算的還是這個吧 但是因為過程裡面我要描述它是要用相對坐標來描述 所以我們可以用相對坐標的計算結果做一些運算 我們可以找到絕對坐標的數值這樣 你看這個公司的目的是這個 我們把它翻到平面上來就好 平面上這個應該是 這個XY 這個小XY 這裡面有一個位置向量是R 就是我們用小的坐標去描述一個P點的位置向量 那這個小坐標跟大坐標之間有一個旋轉的角速度 我們叫mega 好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了 我現在已經把那個Q就把它定義成是位置向量 所以它的微分就會變成什麼? 速度了 它就有物理意義了 好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個上面P點的速度 理論上應該是它的位置坐標要對大坐標去微分 對嗎? 那個才是絕對速度 OK 那但是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那個 這個對大坐標的微分可以變成對小坐標的微分 再加上一個omega crossR的嗎? 剛剛在前面那個前面一頁最後公司是不是講這個 Q對大坐標的微分會等於Q Q對小坐標的微分加上omega crossQ 對嗎? 所以現在我是把那個Q變成R的 我把那個Q向量變成一個位置坐標的向量 所以位置坐標對大的坐標系統的微分 這個就是絕對速度 所以這是P點的絕對速度 等於這個R對小坐標的微分 小坐標是Oxy小坐標嗎? 的微分加上omega cross那個小坐標的R 對嗎? 這個 這個就物理意義出來了 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相對於活動的轉動坐標的速度 對嗎? 那後面這個是什麼? 各位看喔 omega crossR有點像什麼? 角速度乘上 有一點像轉動的什麼? 切線速度這樣嗎? OK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各位把這兩個倒過來一下好不好? 這老師打的時候還是那個時候沒有注意 你把這兩個 因為這個對應它 這個對應它這樣 所以你把兩個換一下 兩個順序換一下 這樣比較不會概念上錯誤好? 所以這個就變成這個東西就叫VP' 然後這個東西就叫做VP對F 物理意義上面好不好?這樣 好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P 這個東西叫絕對速度 一個P的點的絕對速度 P對F 這個F就是一個frame 就是一個會轉動的支架 對轉動支架的相對速度 所以說可以想像是這樣 Velotio Point P Relative to the Moving Frame 相對於 這個就叫相對的速度 那這樣還是不要換好了 這樣的符號 你還是用這個好了 老師這樣講 這個符號是這個意思 這個P對F是相對固定小坐標 就是那個點P點相對於 會轉的那個小坐標的相對速度 這個是它 那這個是想像說 那個點 我們想一個是這個東西 這裡各位看那個砲塔上面 還會伸縮 去講一下是這樣 這個砲塔是在旋轉的 那這裡有一個東西 這個砲塔上面還會伸縮 就像很多的掉臂 它會伸長縮短這樣 所以在這個瞬間的時候 這個點原來是P 那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點的速度 可以等於什麼 絕對速度等於這個點 如果是固定不會伸縮的時候 是不是只繞著它轉 繞著它轉 這個東西的速度 我們就叫做 Omega cross R這東西 就繞著它轉 Omega cross R 然後但是這個點 實際上會伸縮 所以它還會有一個 假設這個點 就是繞著它轉 這個已經不見了以後 只有一個伸縮 這個就是P對F 因為你跟著它轉 你就看不到它轉 所以它就變成這個 上上下下這樣伸縮的這個量 這個就是相對活動坐標的速度 這個是假設這個點 是固定不會伸縮 就跟著這個大坐標再轉的速度 這個我們符號剛剛講的這個東西叫 VP'好不好 就是這裡有兩個點 一個點叫P'這樣意思 在這個點 真正這個點叫P 但是在這個瞬間的時候 有一個點在這個點上 但是它不會跟著它上 跟著它相對運動 它是固定在這個固定座標上 這裡就是這兩個 一個叫 這個P'是跟著坐標旋轉的時候 所產生的速度 這是相對於這個小坐標的速度 這兩個加總以後 就等於這個點P的總速度這樣 好 這個先看一下這個速度好 那加速度呢 我們還在做一次微分 一樣還是要在大坐標裡面微分 才會是它的絕對速度 所以這東西微分 又一樣又發生剛剛的事情了 這裡不是要小坐標先微分一次 再乘上Omega乘上那個項量嗎 這個是再微分一次 那剛剛這個微分以後 這個是第一個微分的 R的那個地方微分 後面這個東西再微分一次的時候 這個地方微分是等於這兩項 這個地方微分的時候是前面這兩項 後面這裡再微分的時候 是Omega要微分一次乘上R 然後這個R在Omega乘上R的這個大則是微分 那這裡這個不變 這個拿下來 這個不變 但是這個R大則的微分是什麼 這個R是對小坐標 對小坐標的微分 就要變成這個小坐標的微分 再加上一個Omega乘上R 再做一次 所以這裡做了兩次以後 你就發現有兩個這東西跑出來 這裡一個 這裡一個 所以這兩個結合在一起就變成這個 那後面這裡 這個就有一個是這個 還有一個後面是這個 Cross-Cross這個 所以就變成這四項 這四項其實 各位看到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這樣的概念 我們講一個點P的加速度會等於 我們講說如果A點的加速度等於 B點的加速度加上B對A的加速度 那是不是你把它想像這個固定原點 就是我的那個A好了 所以B點的加速度等於A點的加速度 相對於B對A的加速度 就這兩項 一個是這樣 這個就是Omega微分就是什麼 角速度的微分就變成角加速度 就是R吧 R的 然後這邊是什麼 Omega Omega R 這是什麼 向心 向心加速度 對嗎 所以這個是切線加速度 這個是線向心加速度 這個是那個參考點的加速度 對嗎 但是現在多了一下這個東西 對嗎 現在跟以前只差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叫科式加速度 好久了 好久了又碰到了 對嗎 我們在以前面在講那個極坐標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講到科式加速度 現在是一般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個叫科式加速度 這個科式加速度 那所以這科式加速度的是什麼 兩倍的座標的旋轉的角速度乘上R大 相對的小座標 所以這個是什麼 相對小座標的速度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剛剛講的 如果像這樣子 這個點不會在這裡伸縮的話 那這個相對的速度就等於多少 0的話 0的話這一項就不見了 那就會回到跟以前完全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套塔在這邊伸伸縮的時候 或我們那個吊臂的那個吊桿 在伸縮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個叫科式加速度 如果沒有那個科式加速度的話 其實它就是以前的這種相對加速度的概念 就可以用得上 這個 所以我們再說明一下 P點的加速度會等於 這個參考點的加速度加上 P點相對參考點的切線加速度 加上P點對參考點的相對的這個 法線加速度 就是相近加速度 再加上一個科式加速度 就這樣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等於0 這一項就不見了 就會跟以前是一樣的 公式稍微有點複雜 但是你如果想一想的話 其實它跟以前是一樣的 阿巴克羅斯R 阿巴歐歐歐歐歐歐 然後這邊就是兩倍的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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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對速度 還記得我們上次考試的時候 那個極坐標的加速度嗎 以前考試的時候 極坐標的加速度怎麼寫 一個點的加速度有 A R 跟 A C 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像 是不是這個 因為這個不是R大乘嗎 那這邊是什麼 Omega就是C的大乘 類似這樣 所以公式都一樣 只是現在 物理意義稍微有點變化 你們看過那個吊車有沒有 現在不是路上常常有 那個在吊東西 不是有個吊車 那個吊壁會往前伸 然後吊車還會這樣轉來轉去 吊車那個壁在那邊轉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角速度嗎 那如果這個 這個吊壁是固定長度 吊壁就固定長度的話 就沒有那個相對轉動坐標的速度了 因為這個坐標不是跟著它轉嗎 如果你長度會變 就變成相對轉動坐標的速度了 所以你如果今天那個吊壁是固定長度 在那邊轉來轉去 就跟以前完全一樣 但是如果你一個吊壁上面 那個吊壁會一邊吊的時候 一邊伸出去 那它就會有一個相對速度在裡面 它就會產生 會有科斯加速度這一項出來 就是這一項會存在 R大的是不是長度變長變短這樣 對嗎 所以這一項就會存在 這樣存在的話 這個東西就會造得複雜一點 那其他的都跟以前一樣 RWT加速度啊 這是一個位置向量 其實我們要講 這不一定只是深長而已 因為R大的是等於速度 速度在極坐標裡面 你可以 這是極坐標裡面的 還有一個VR 還記得嗎 來 所以老師這樣講 其實 我不能 因為它這個東西跟這個一不一樣 我現在問題是 這個東西跟這個一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不一樣 因為它等於 對嗎 位置相量對時間 我們分等於速度嘛 速度會有 切線分量跟法線分量 兩個嘛 只有那個半徑分量 就等於R大腿 切線分量叫R C大腿 對嗎 所以這裡的意思 老師剛剛講 那個B會深長 只是說那個相對那個點上 有一個速度啦 就是那個吊臂前面 會有一個速度 它不一定要沿著那個 沿著那個桿間方 它可以往旁邊走也可以啊 它只是代表 它會有一個相對速度 相對於旋轉坐標 有一個速度這樣子 吊臂如果深長 那一定是有相對速度的 這個是跑不掉的 但是它不只可以往深長 它也可以往旁邊走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就代表這個是 相對那個活動的坐標 它的速度而已 柯式加速度 其實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應該都知道 我們上次講過 為什麼呢 有的東西 會產生一些 北半球的颱風會 逆時針旋轉 地球在旋轉的時候 因為赤道附近不是說 天氣比較熱嗎 所以它會有高 那個一些氣流出來 所以我們的 台風一定是從赤道往兩邊跑 對嗎 赤道往兩邊跑 因為我們的地球在轉 所以它往這邊跑 然後地球又這樣轉 它就會繞起來 你要往這邊跑 然後這個地球又再轉 你這邊 你這邊 這邊往這邊跑 然後這邊帶起來 這邊就帶著這邊走 這邊往這邊跑 是不是就這樣轉起來 南半球就是從赤道往南邊走 往南邊走 它那邊帶過來 就是往這邊走 它這邊轉過來 它就變成另外一個方向 順時針轉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那個颱風從赤道往旁邊走的 那個就是我們這裡 可以嗎 這個是不是 我們的那個颱風 不是在地球上往一個方向走 所以它就在地球 不是一個旋轉的坐標嗎 所以地球旋轉的坐標 那個就是Omega這個 那你在地球上 不是那個 那個颱風往 從赤道往 北半球往 然後半球走 不是有一個移動的速度嗎 那就是這個 你去給它算上看 是不是這樣插 插機以後 它會產生一個力道 讓它產生一個旋轉的運動 OK 所以這個概念在這裡 也是嗎 你 你 你 好